兩眼鏡戴景景 他是前高雄檢察官景天博 2009年被查出利用職權收賄 貪污超過13億元 被代購詐騙的被害人發現 他就是王姓女子的親舅舅 沒有話要說啊 景天博至少設起七宗貪污案 被稱為台灣司法史上最貪檢察官 江湖上還叫他高雄河東四公子之一 被判刑11年6個月 但卻潛逃國外淪為通緝犯 大家都知道他可以找他疏通官司 然後走後門處理案件 那所以呢 那個時候他跟其他幾位不孝的檢察官 人稱河東四公子八間執行之前 他動用各種的關係逃亡離開 景天博游走黑白兩道之間 甚至和電玩殺死業者走很近 頻繁出入酒店 當年受賄案曝光 重傷台灣司法形象 逃亡八年至今不知取向 那時候我們只會想說 這是他的情形 那跟他應該也是不會有什麼關聯性 只是說這次詐騙事情發生之後 就是也有聯想到說 對他舅舅之前也是違法 要去活流 汉朋友開心飲酒 王姓女子先前也曾因為債務問題 被銀行告上法院 如今為了錢再挨告詐欺 當年舅舅同樣因為前遭判刑 兩人都走上外路 三選郭孫文 石漱雲 台北倉報道 好看 好看 好看